发布会我们也是跟大家简要的讨论到这里 接下来还是进入到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是和中国的人事有关 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0月8日的下午 根据中国官媒的一个说法 那么我们之前还在谈 在中国国庆的一个招待会上 没有出席的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应该是郑国级的人物了 吴邦国 第二号 第二号 他是全国人大委员长第二号人物 那么新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吴邦国 在10月8日逝世 享年84岁 那么他的逝世的原因 根据复告是因病医治无效 在北京时间10月8日的4时36分 在北京逝世 吴邦国是生于1941年7月 是安徽的肥东人 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电阵空器件专专业毕业 算是一个工程师 那吴邦国是在1967年到上海电磁馆三厂工作 此后是长期在上海工作 那不少中国观察人士呢 也把吴邦国列为是一个上海帮的元祖 始祖级人物 这个非常高地位的一个上海帮的人物 而在中共十八大之后 其实吴邦国就卸任政治局常委了 并在2013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退休 那么其实梳理一下 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 自此2022年以前的我们中共党内二号人物 已经全部去世了 但这里也牵出一个问题 就是在中国的这种政治排名之中 人大委员长和总理哪个权更大 但是我在稍微看了一下历届的人物的排名排次之后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疑问 因为感觉是因人而异 那么人大委员长如果你要类比到美国的话 应该属于是美国的副总统 是个名义上的二号人物 也是美国作为一个人大委员长 应该是国家主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盟友 但是其实在十多年前 在李克强之后 人大委员长他的排名 其实似乎是落到了国务院总理之后 就是说本来是国家主席 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 人大委员长再到国务院总理 但是现在在李克强之后就变成了国家主席 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 但是在参考吴邦国的话 他的党内排名一般认为是高于温家宝和胡锦涛的 所以在之前的中国国庆的招待会上 如果吴邦国能够出席 坐在习近平旁边 应该不会是温家宝 而会是吴邦国 吴邦国去世之后 其实对于他的讨论在过去几个小时 也是我看到的比较多 那么第一个讨论的就是 复告里有一条有一句话呢 是比较有意思 根据这个中国官媒给出的一个 吴邦国同志的一个复告 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 吴邦国坚持党性原则 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 那么指的是什么 这是这个我很好奇的复告中的一句一句话 那另外一个就是吴邦国和 吴邦国他非常有代表性的 应该叫五个不做 还是叫五个五个是应该是五个什么 五不搞 五不搞 三个有力 对 八却力 对 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和吴邦国这三个 吴邦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几个政治观点 那么五不搞 我看到是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的 认为吴邦国这个人是属于非常保守的 而他的这个保守的一些政治观点中 五不搞被认为是最为保守的一个一个观点了 那对于吴邦国的这个趋势 他的这个趋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或者是说在吴邦国人走之后 我们会记得吴邦国哪些 他在中共历史上的这个留下的最深的痕迹 这个得请何敏先生来说道说道 首先从政治的现实意义来讲 一点影响都没有 丝毫影响都没有 不仅是他已经推出舞台很多年了 他七十一岁的时候推出来的 现在八十三八十四已经十几年了 还不仅是这个 所以从整体来讲 这些元老们没有一个有影响 包括温家宝 包括王岐山 包括各类的元老 全部都没有影响 全部都没有影响 不但没有影响 连他们连普通的民众的行政权力都没有 比如说你普通老百姓跑到一个地方 你还可以自拍一下 发个感慨 他们连这个权力都没有 他们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元老院 元老院谈不上 这个跟江泽民时候是完全不同的 江泽民时候是八老治国 他就是一个生子养在前面 后面是这些 生里都不能自理的这些元老们 老子也不清楚 但是他的资格很老 政治生态决定了他们的影响力 今天完全没有 今天所有的特殊历史舞台的官员 没有丝毫影响力 所以吴邦国的去世 对政坛没有任何的充益力 这是第一 第二 吴邦国作为一个个人 还是很有值得讲的一些地方 有人说他是个祖棍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2011年的这样一个讲话 当然就是认为吴邦国这个人确定是一个祖棍 比如说确定否定了 确定要求了 确定确定了 其实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是吴邦国搞的呢 怎么可能呢 如果说2011年习近平上台没有 好像也不是习近平搞的嘛 那就是党的一种共识 高层的一种习惯性的表述 如果你但凡不确定 不搞 不搞三个有利语 那中国就要走向 苏联和东欧的崩溃的道路 或者说就要走向颜色革命的这个道路 因为按照西方现在所形成的这种价值观 所形成的国家的框架 中国现在这一套就不行 就是不行 很多的中国的文化人之所以 厌恶习近平或者厌恶现在的政权 就是因为他们接受的价值观 接受的这种观念是西式的 是民主式的 是西方现在民主 自由人权的这一套 那这一套只要在中国实行起来 那根本没几天就垮掉了 因为那一套东西 已经早就深入了很多人的人心 深入到了很多人的价值观 但是共产党他不准备这么高 而且不准备这么高 是他有权力和没有权力的高层 他们的高度共识 他们的高度共识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吴邦国身上 他只是一个传承统物 正好他是一个职务商 对吧 他就讲这些话而已 跟吴邦国本人的政治观点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党的政治机器的一部分 并不是吴邦国他有这样一个政治观点 当然了他作为政治机器的一部分 他讲这种观点也就很自然来形成的 第三 吴邦国到底是怎么崛起的 吴邦国怎么是崛起的 那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就认识一个朋友 他在多伦多大学当教授 还是当访问学者 就是吴邦国的同学 他们去我大学的 他就跟我讲吴邦国 他说吴邦国在我们同学里面是最老实的 为什么呢 他爸是一个什么国民党的什么什么军人 引并过来的 虽然是个技术官僚 但是呢这个出身呢 确实在当时候是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他是算比较这个非常谨慎老实 记忆中间呢 不像清华大学的年轻学生 或者北大年纪学生 一个一个都是新华天下 牛鸡通天 没有 这个吴邦国很老实 很老实 文革中间的这种表述很有意思 什么叫抵制 其实当时候的很多理工科学生 他们分到了各个机关工厂厂块 多数人是搞不清楚这个政治的 也搞不明白 所以他们多数在文革的中间呢 是属于消极派 其实也叫逍遥派 所以消极派和逍遥派呀 其实他们是不同 也搞不清楚也不想沾 因为他整天都看的那些书啊 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东西 跟这个政治上的东西很遥远 所以我认识一批这样的说说不不 他们后来能够这个在文革之后崛起啊 根本跟他的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文革之后突然发现这些老干部提拔之后啊 光复原制之后 一个一个变成左棍 那些所谓的 五十年代被打倒的 六十年代被打倒的 无论是右半或文革 现在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受到迫害 要么就是受到当时极左的政策的迫害 要么呢就是文革中间受到冲击 但他们光复原制之后没有能力啊 因为他本来就可能就是原来是个红军 红军那不就是农民啊 对不对 就是几张仗打下来不要命 或者是剩下几条命 他就当官了 他就有那个级别啊 所以把他们安保到这个局长 厅长 或者是省委副书记 或者是省长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力 而且有的人身体很不好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六七十岁啊 也不是猜产 可能本来基因就不太好 那个时候这个人的寿命也比较短嘛 所以没有能力 呼噜呼噜 你看到这个报纸吧 好像这个革命同志啊 人模搞样子在讲这些故事 在现实中间 他就是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能力的管制这个国家的人 但是有能力的这批人要被打倒 为什么要被打倒呢 因为他们被郑小平认为是三种人 这种人呢 本来是在文化中间靠造反 靠闹革命 而且还是有几分能力的 有的人口才很好 有的人物性很高 有的人管理能力很强 但是上面指示来了 说不行啊 这批人是三种人啊 所以各个地方的什么厂长 党委书记一个也被干掉了 但是老同志也不行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些文革中间没有能力去斗别人 没有胆量去斗别人 也没有资历被别人搞掉 因为他也就是个普通的技术员 甚至有些就是技术工人 对吧 那些清博大学啊 或者是什么大学毕业啊 那个时候就打到工厂里面 这些个底层人员 你把它干掉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批人就被提罢 被提罢 被提罢起来就成为了厂长 厅长 局长 所谓条件好一点的 学校更有名的 那就可能会提罢上来 吴邦国黄菊他们这批人 大体算就是受于这一个类别 但是他能够成为上海的市委书记 那肯定能力是比一般的人要强一些 但是强到哪个地方去也不知道 他是后来这个邓小平要提罢这个江春荣 他对江春荣的印象不错 三人省委书记 但是光是提江春荣就不大行 所以当时候中央元老们就说 哎呀就两个一起提 一个搞工业一个搞农业 所以农业就提了江春荣书记处书记 工业就提了吴邦国上海来的 就成为了中国中央书记处书记 后来又补选为副总理 副总理换了一下 他是管国有企业 然后其中跟朱英基一起搞国有企业下纲的问题 那你说吴邦国有什么想法呀 那朱英基是想法很多的人 对吧 是个悟性非常高的一个人 吴邦国也就旁边 就排斥了一个角色 他是东北政权领导小组的组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你说中国政权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按照级别来 他就到人大当了一个委员长 那他懂什么人大呀 他也不懂啊 按照资历就这样 所以就要混混 基本上就混 混到71岁 但是他混了两届的人大委员长 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 因为以前是 朱德是 当了几年的人大委员长 后来的人大委员长 都是当一届就拉倒了 他好像是当了两届 71岁啊 身体也没有那么糟糕 当时候还是年龄退下来了 但是到了后来 听说身体就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以当时候71岁的情况 再混混也可以 但是后来越来越糟糕 他也不是这一次国庆没有出来 好像之前好几次合同就没有出来 我们国就是作为个人嘛 那很多人是他的朋友 是他的同事 大家当然是有一点感慨 尤其是90年代 大家嘛 还是上海人 还是指导乌邦国书记 对不对 这个90年代 大家了解国有企业的 国有企业的变革 还指导有这么一个王 吴邦国 但是对于年轻人 他无足轻重 好 那我自己呢 是在研究这个吴邦国的 这个出生啊 和历史的时候 发现一个有趣的点 之所以吴邦国可以 被认为是某种程度的逍遥派 或者是这个混混派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吴邦国知道 自己的这个出生呢 所谓的一种污点 但是啊 在中共的这种用人的系统那样 如果你身体身上是有某种程度的 这种政治污点 也可以成为某种程度的优势 那么中共在用人的时候 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污点 会被用来去去作为某一个 对某一个下属在提拔时候的一种 要害来进行把握 所以啊这个政治污点 如果说怎么利用 这个在官场中也有非常多的一个说法 这里呢也不展开说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讨论的几个话题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大家对于中国的股市 以及这一场发改委的发布会 有非常多的话想说 那其实啊从这个中国股市 未来怎么走 那不同的经济学家 不同的这个看客 不同的这个分析数据的人呢 他会给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答案 所以啊我们能做的呢 也只能是帮大家梳理出每一种不同的声音 再跟大家这个细细的掰扯掰扯 让你